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一点雨昕 那今天呢 我们现在从利波出发 然后去凯里 在去凯里的这个路上 我们发现这个旁边有一个这种水寨 水帕水寨 是这种原生的水寨 一进寨子 这里就有一个大的坝子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亭子 中间有一个铜鼓 那水族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它有自己的一个文字 那这里呢就是水书字典 来看一下他们的文字 甲乙丙丁 春夏秋冬 感觉有点像象星文字 抽象文字 或各种文字组合而成的感觉 这里有一个小桥 走我们走一走 这条路石板路 然后加上这两旁的少数民族的这种建筑 他们住的房子 就好有这种少数民族的在子的感觉 在重庆以前的也看到过 就是下面的因为比较潮湿嘛 就把它立起来 这种吊脚楼阁楼的 下面就可以防潮 然后还可以堆一些东西在上面 走这户人家去看一下 这户人家有没有人住 哦这是人家家里面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爷爷您好 可以进你们家来看一下吗 可以啊 可以哈 没有哪一个这边 我们是旅游的 没有哪一个 然后想看一下你们家的风格 好大哟 你这一头 哪一个人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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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看 就是这种 哇 好大呀 哪里方啊 重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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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还有毛主席 这家这一毛主席 对 我外公家里边也是挂了一个毛主席 然后还有一些我小时候照片 现在这边很多游客像我们这种都来参观 是不是 那都在 哦都在 就你这个 外国都来 外国人都来 对 外国都来 哎呦 好厉害呀 这也很漂亮 很漂亮 哎小条呀 太厚了 哈哈 不 越土了就是越漂亮 哈哈 现在就是这么 最原生的就是最好看的了 挺凉快 谢谢 谢谢 哎 好 好 咖啥没有了 啊 什么 咖啥没有了 哎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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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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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哈老人家 哎 哎 祝你身体健康哦 这两旁的这种房子真的是老的 你看这些纹里都有一些发白了 但是这才应该是古镇的风貌 还可以看到那里还挂了一个玉米 这个房子的话就明显感觉它是歪的 但是不用担心它会不会倒 因为它这个只要有住有凉就不会倒 因为这是最传统的中式建筑了 这个房子也是看上面还有一些蜡染布 这个村子全部住的是水族的 这个建筑非常特别 我们在很多的这种屋子的门外的话 就看到有一个这个不大多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这里边的话有个住人感觉会不会有一点小 看吧 这里也有一个 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小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是他们本地人装用的 看这里这个老爷爷还在生火煮饭 这才是生活嘛 爹爹你在煮饭吗 就是 贵州三宝活的肚众 有哪些功效呢 这个补益肝肾 腸筋健骨 美容养盐减肥酱汁 像大哥说的 一身痛吃肚众 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石泰的疯狀 这边是老房子非常古党 这边的话一看就是新修的 前面还有一家老房子 我们再去看一下 他们这里的房子全是这种石板厅 而且全是空的 有底下 上去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 好危险 这上面这个房子已经空置了 但是上面可以看到原始的一种 他们以前留下来的 这就是他们住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那烧锅煮饭应该是 我用梨子呀 这个梨子可以吃吗 大哥快来 你最喜欢吃的梨子 这个树子上挂满了全梨子 梨子还是苹果这个是 南大哥快来快来快来 你看这里有一个活的井 你看你看 这里全部是水族吗 水族 好漂亮吗 漂亮漂亮 其实这些房子才是最漂亮的 我们就喜欢这种原生态的 比较原始的 这个什么有多了 有不有100年了 肯定有了 肯定有了 100年了 大家认识这个吗 这个应该是耕田的梨 看到没 这种老式的工具 前面还有一个酒馆 现在虽然说空荡荡的 但是感觉异常的美妙 这烧水的糊也挺有意思 这样直接加个灶 我的左边有缩衣 有这些耕田的工具 而我的右手边是仿车 所以这是什么 南耕女汁 它水寨的视频就带给大家到这里了 这个水寨确实是无心插流 意外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宝寨 比较新比较原始 而我们更希望带给大家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它没有这种现代的一些古镇的 商业化的运作 但是保留了它独特的一些特色 这就是我们伊迪雨昕 想带给大家的这种宝藏 持续关注我们 一定会带给大家看更多的 讲原汁原味的视频